名車進場裝上電腦做檢測 先看儀表板上 里程數80816公里 再對照電腦螢幕 顯示的結果也是80816 果然里程數正確 沒有遭到篡改 有一些網站是可以查得到 我們輸入我們的車身號碼 然後如果加入會員 用付費的方式 是可以查得到我們的車子 在國外的里程數這樣 要知道這樣的驗證方法 檢查里程數只有名車才辦得到 但是不像車商偷砍里程數的招數 防不勝防 該如何自己眼尖一眼識破 其實有訣竅的 要知道你車輛的里程數 到底有多少 除了這車輛的儀表板上面會顯示之外 另外還有晶片鑰匙 以及車上各個部位 都是你佐證的選項 我們常常塞車嘛 所以會一直踩煞車 如果里程數比較少的車子 它的煞車踏板的紋路 應該會比較新 然後比較清楚 不只煞車踏板 還有駕駛人手摸的排檔桿 方向盤 以及駕駛座 右手倚靠的中央扶手 查看磨損程度就能佐證 當然如果車輛使用晶片鑰匙 也能當成對照選項 假設是8萬公里的話 我們打電話去原廠說 我們要做8萬公里的保養 可是原廠利用你的車牌 查起來的話 卻是跟你的現在車 儀表板的里程是不相符的話 那就是很明顯的 就是有遭到篡改 過去在驗車的時候 建理單位並沒有強制執行 要登載車輛的里程數 不過如果未來常置執行的話 就能夠有效防止篡改 你的里程一定要詳細的登載 而且你每次驗車的時候 里程不可以有異常 如果有異常的話 還要提出申報 買二手車 掌握並查驗里程數的手段 是買方自保的方法 但得要學會如何自我驗證 揭穿騙數 最重要的是官方登陸 一定要有強勢作為 才能保護消費者 記者連家姓張俊董在台中的 採訪報導